在汪峰发新歌准备抢占头条之际,不出意外的意外还是发生了,李小璐与PJ1时隔一年再次出山,成功抢占了本该是汪峰的头条。 10月30日的傍晚,李小璐与PJ1的视频突然发布在抖音,并且因内容劲爆,迅速抢夺数以万计的流量。 PJ1再次首先不淡定,发表长文做出了回应,但这一次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,而是换了套路,试图求得吃瓜群众们的谅解。 他表示,我跟李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相互鼓励扛过最阴暗的时期,由此的确产生过感情。 俩人最痛苦的时期,或许就是被曝光俩人又私情的时刻吧,那也就是说,两人在被曝光后依旧有联系,并且将计就计在了一起,细思极恐。 的确关于这个视频,PJ1称是去年拍的,证实了视频中主角确为二人,但他表示是在氛围事件之后才跟李小璐产生了感情。 他将视频流出的原因归结为,你们真的天真以为某些人可怜至极,这可怕的圈子你们想象不到。 字里行间暗指被贾乃亮打压。 PJ1在长文中表示,17年12月底,他被全网抨击的事件完全是被人陷害,一篇被人代写的文章使得李看完文章当时就昏了过去。 接着,PJ1就被打入无底深渊,停止所有工作,没有公司,没有公关团队,没有钱。 然后他还质问吃瓜群众,真的天真以为某些人可怜至极,为什么去年在抖音拍的视频,没有任何外传的前提下,会被放出来还没有logo? 为什么我名字一直上不了热搜,这次突然上了,这后面到底谁在操作? 当初红的时候疯了一样要牵我,拒绝后发生种种事情。 从这字里行间,我们似乎解读出贾乃亮在背后操纵着一切的意味,原因就是他没有把PJ1成功招致麾下,而自己绿了自己,泼了PJ1脏水。 如果这是真的,TV君只能说贾乃亮乃真汉子也。 长文的下半部分基本就是描述了自己过得如何惨,和李小璐如何是真爱,以及自己如何对不起粉丝等。 曾经在《夜宿门》中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马苏也发文疑似回应此事,他说,脸真疼,我活该。 马苏曾发文帮李小璐解释,称,万万是我们的亲弟弟,聚餐负责给我们拍照,喝多替我们剃包,还晒出了给贾乃亮道歉的截图。 如今这三段视频实实在在地把马苏的脸打肿。 娱乐圈的生活我们常人的确不懂,但是PJ1与有夫之妇陷入真爱,不管是出于报复还是抱团取暖,好像都不太能得到大众的认同吧。 不管怎样,让我们祝愿世界和平吧。